中国放开后,欧美国家突然都变成好人了 继美国说要给中国提供新冠疫苗后 欧盟也出来表态要给中国无偿捐赠新冠疫苗 听到这里,很多人兴奋不已 但我想说,别急着谢 欧盟打算捐给中国的疫苗 可能和你想的不是一个东西 大家好,我是龟沐禅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 西方国家突然大发慈悲 接连表态要帮中国度过疫情难关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 日前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告诉记者 他们正密切关注中国的疫情 鉴于中国目前的新冠形势 欧盟方面已经向中国提出声援和支持 包括捐赠新冠疫苗 就目前国内的疫情状况来看 听到这次消息后,毫无疑问 一些人表现得又高兴又激动 但我想说的是,还是不要高兴的太早 西方自始至终关心的都不是中国的疫情 更不是中国人的生命健康 众所周知,自我们国内放开之后 对于诸多药物的需求量一直都很大 甚至出现了供不应求的情况 除了我们老百姓比较熟悉的布洛芬 莲花清瘟和普洛西通等常见药物之外 一些不来品也在这波疫情中被推上了风口浪尖 而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 莫过于美国辉瑞公司生产的新冠治疗药物 帕罗维德 帕罗维德这款药现在在国内被炒得非常夸张 甚至被叫成新冠神药 有黄牛借着这个风向喊出了数万元的高价 这种现象就牵扯出一个问题 疫情爆发到现在已经有三年了 期间西方各国研发用来对付新冠病毒的药物 我们也见过不少 但为什么现在单单就辉瑞的帕罗维德 成了聚光灯下的焦点呢 那么多追捧他的人真的知道这种药物的有效性和副作用吗 或者说在那些吹捧他的人看来 他们更看重的并不是帕罗维德这个药物的疗效 而是生产他的厂家辉瑞 又或者说的更加直白一点 这些人看重的是辉瑞公司背后所代表的那个国家 美国 当我们搞明白了这个问题之后 再回头来看看如今 欧盟委员会嚷嚷着要向中国捐赠疫苗这件事 截至目前包括辉瑞 莫德纳 阿斯利康等六款新冠疫苗 已获得欧盟委员会批准 根据欧盟官方网站公布的信息 迄今为止 欧盟委员会已获得多达42亿剂的新冠疫苗 并且正在就额外剂量进行谈判 其中排在第一的是德国生物新技术公司和辉瑞公司生产的疫苗24亿剂 接着是莫德纳 阿斯利康 强生 杨森制药等 根据数据 欧盟现在存量最大的疫苗是辉瑞的mRNA疫苗 所以很多人第一反应可能是欧盟要向我们捐赠辉瑞疫苗了 如果欧盟向我们捐赠的是这一款的话 那是不是说明我们也可以白得了那些被炒到五位数的帕罗维德新冠审药呢 现在国内的新冠形势加上政府之前为咱老百姓安排的几款国产疫苗都是灭活疫苗 现在很多效力可能已经过了 据说灭活疫苗和mRNA疫苗要是能混着打对新冠的抵抗力会更好 所以无论是出于哪种原因 是相信美国和欧盟还是单纯就为了提高自身的免疫力 好像我们都有理由为欧盟的这番善意说声谢谢 可问题是作为捐赠方的欧盟 人家想的和我们想的是一样的吗 大家或许已经注意到对于欧盟这番好意像此前拒绝美国一样 中方此次依旧毫不犹豫地拒绝欧盟了 人家的好意我们为何拒绝了呢 一方面就像外交部发言人说的 我们自己生产的疫苗够用 另一方面虽然现在欧盟的辉瑞疫苗存量很大 但是紧随其后的莫德纳和阿斯利康疫苗存量也不少 我们知道辉瑞疫苗相对其他西方疫苗更靠谱 欧洲人当然也知道 所以我们又怎么能够保证 人家不会从轻库存的前提出发 优先把阿斯利康捐给我们呢 毕竟捐哪个不是捐的 但问题是阿斯利康疫苗是个什么情况 大家心里应该都有数 退一万步讲 就算欧盟委员会同意把辉瑞捐给我们 大家就真的相信我们现在的疫情 能靠这区区预款美国疫苗就能应对吗 被鼓吹的帕洛维德 治疗新冠真的那么有效吗 要是辉瑞有这个本事的话 那些早就推广了大量辉瑞疫苗的国家 比如日本 如今的新冠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 为何会屡刷新记录呢 要是辉瑞有这个本事的话 已经接种过4针自家疫苗的辉瑞CEO 为何会二次感染呢 要是辉瑞的帕洛维德 治疗新冠那么有效的话 拜登福奇等人吃了之后 为何又富洋呢 况且真要说到对付新冠变种的新疫苗 我们国家现在并不是没有 事实是我们不光有 而且我们这一次的进度 依然是世界领先的 英国卫报最近发布的 2022年度的十大科学故事 和华人科学院有关的有三项 其中之一就是我国自行研发的 吸入式粘膜疫苗 这款疫苗不仅可以针对呼吸道病毒 提供长期保护 而且使用起来非常方便 一些人不相信自己国家说的话 但中国吸入式粘膜疫苗 是卫报的2022年度 十大科学故事中 唯一一个上榜的 和治疗新冠直接相关的科学成就 这可是西方主流媒体自己评选出来 连西方人都这么说了 我们还有必要再怀疑自己吗 别再人云亦云了 别再听风就是雨了 在西方突然好心的向我们伸出援手的时候 别急着感恩戴德 先静下来想想处处针对中国的西方 怎么突然就改邪归正 对我们大发慈悲了 免得被人卖 还帮别人输钱 好了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